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为你而容 这位是功夫明星 好莱坞的功夫明星李静 大家好 咱们今天是功夫拍的 是吗 一黑一白 没想到壮壮的 然后李静原来是我的邻居 就在隔壁 那个武术学校 非常出名 当时我第一次看那些门口的那些照片 大明星就在旁边 然后你就说 我的电影梦是不是要从这开始 对 那时候我还没开始 然后看了 觉得有个特别大的目标 其实每个人在开始有电影梦的时候 都应该是有这么一个人 是给你一个启发 我是不是可以 如果他可以 我是不是也可以 跟你还是差别是太大了 你是有功夫有本事 然后再说呢 来的也早 一开始就进入了好莱坞 那在好莱坞是那个做了很多动作指导 演了很多戏 动作片 主要是动作片 这跟我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你看那个IMDB 哇 全是木兰 艾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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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WALL 环太平洋 环太平洋 对 那有点多 我是脑子不好 最近有点澳塞 你知道吗 有些生完小孩以后 对对对 但是呢 从我从影的这么一个阶段 就首先从一开始 入这个行 其实起点呢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中国武术的这个background 但是通过我这么多年拍戏的这个经验 我发现不是所有的练武术练过功夫 或你拿过冠军的人就可以拍电影 这是两门完全不同的艺术 对对对 我当初来的时候呢 其实对一个受过专业武术训练的人来讲 拍电影呢 他的动作有点过于死板 太form化 太过于的这个 你看哪有时一上来就这样 这普通人不是这样子的 还得考虑这个视觉 那是当然了 所以你像如果假如说 你像我们拍Fast and Fear 那Fast and Fear是反应啊 是车 对吧 你拍Augerman 那我教这个女主的书 你不能让她叫 嘿 他他他 Augerman 我来了 这个就很不跟这个剧情接 哦 对 明白了吗 他的每一部片子是根据他的剧情 什么样的片子 导演的风格 什么样的片子 来去订 设计 来去这个订他这个调调 是用什么样的风格来去表现这个舞打 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表演专业 你知道 所以我当初在洛杉矶来的时候 当我想去进入好莱坞的时候 我首先咱们的英文是要多加强发音 第二呢就要上acting class 就像你现在要去的做acting class 才刚开始 这个的话对我的这种表演也是很有帮助 首先就是让你放下了你特有的这种思维方式 你知道吗 当人家你看人的时候你不能太英姿萨爽 你就要变成一个普通的人 很生活化 就像咱们两个这样生活 你说你问我 艾丽矶你好不好 我说我很好 你呢 我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两个大侠见面 对 两个大侠要干什么 就不能这样子 因为它毕竟是要艺术来源于生活嘛 所以你要把自己重新放下 咱们就有句话叫be vulnerable 对吧 对 是 是吧 我相信这个老师 这个听的太多了 是吧 对对对我想这个应该很熟悉 因为你正在做acting class 是 这个对我是当时非常有用的一句话 其实用中文那时候我还想解释 什么意思 对 中文怎么说呢 就是wonderful 其实呢 它用整个的体会就是说 这一个字它延伸下来 就是让你完全放空自己 哦 是 这个 能够遇方则方 遇圆则圆 empty 就把你自己放空 所以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 但是其实挺难的 是 不容易 你看最近的咱们那个大片 过了七项奥斯卡的大片 对对对 顺兮全宇宙 是的 妈的 多重宇宙 什么什么什么 各种翻译 我们其实整个这个电影里面的中文到最后是天马行空 对 其实出字幕片名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对 但大家都不认这个名字 觉得这个好像只是说导演在天马行空 但是实际上这个片名后来这个翻译还蛮好的 其实天马行空是人家导演想了很多 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中文的这么一个天马行空 放到了最后啪出来 在拍完这部片子我们在手影完的时候 其实我在发我自己的博客的时候都是用天马行空 那后来人家有不同的翻译 我说是吗 怎么会出来评估不同的翻译 明明我有中文翻译吗 OK好吧 这是他们这个宣发的这个决定 所以 那这个片的话我觉得就 大家不用说了 那太多人知道这个片 我们也不去剧透 也不讲戏的东西 也不去讲它的情节 但我觉得可以说的就是 这个既 你看获得最佳的影片奖 然后又有动作 然后你也在里面参演 我就觉得得从你这里掏一些故事来听听 掏一些故事 在剧里面我是演杨子琼的功夫Master 对对对 银发的 银发的那个功夫Master 他因为他有多种宇宙嘛 他在其中的一个宇宙里面 他需要把他的功夫那层记忆带到现实来去用 你知道吗 这个大家看过电影的都知道我就不去多解释 那我就是在那个功夫那一层里面演他的功夫师傅 所以的话当时 这部戏你也知道2500万的投资 那算是相当小的一部投资 对在好莱坞来说 而且这两个导演呢 就是他 其实我在现场感觉有点像香港的style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那个片场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studio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 在Magic Mountain那边 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棚然后呢有一个building 他这个building是一个废弃的一个一个building 那我们就用他来做我们的主场 就是那个报税的那个主场 哦那个是一个放废弃的楼 是真楼吧 是个真楼 哦对对我说这做出来那太复杂了 那是真楼 所以呢可以减轻很多的budget 嗯那这样的话 可以怎么弄得好那个 哎哎哎 其实呢很有意思 那你看啊我们当初有很多的这个飞啊 你看有一种一个人从那个office那边 他是一个警察应该security 把他飞起来 然后啪呀落下来 嗯就这一场戏啊 嗯我们要用了好几百个paper box 哦在整个的店好 嗯那我那个时候我录了一个像很有意思 嗯大家因为要有好几百个box嘛 我们这几个同事嘛 人手就这么多人 那不可能用太多嘛 我们其实做这个box我们就很有经验的 嗯像香港片嘛 做那个啊一个纸盒子摔呀 这个这是最节约成本而且最安全的 哦比那个什么那种海盐的坎安之类的 那种Airbag 那你想想我你知道要多高吗 三层楼高 嗯或者两 哎呦那个我们架了两层楼高 嗯你说从那个高度掉下来是吧 对啊嗯你要从三楼掉到二楼那种感觉嘛 很飞嘛对吧那它撞下来的时候你你你不能直接掉到地上 那是个office building嗯你没有那么大的 哦哦只能是一个一个一个小的那个 我们你知道用了好几百个我们几个人我们ready and go 啪啪啪啪大家就看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bass 很快的速度不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我们这几个人就给他bill了一个两层高的一个大的一个台子 哦 yes it's actually fun 哦只是说我讲这段历史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是very involved 非常深入的去参与我们目前和幕后的这个过程 哦就是方方面面 哎对对对为什么让我想起像是呃呃呃香港的电影呢是因为你看你们在看的时候这个office的他们都去那个into的donut hole right这个恶魔是吧要进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去的黑洞之前的狂风大作是吧 嗯旁边的很多的纸张飞起来 嗯对对对 好那当拍的时候呢 哎第一部片子要第一个take开始把鼓风机就次处开始飞大家要丢到旁边还丢纸丢纸啊丢纸啊丢纸 那我没有我戏的时候就在旁边丢纸嘛帮大家一口丢纸等到看完了以后快剪纸啊大家就开始clean up 因为因为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节奏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快对太我觉得那个就是shots太多了你这样剪辑 看一看一看你懂的当在现场的时候若像正常一个片子的话我们可能中间take然后cut然后下一个take要clean up 所有的东西再重新还原成一开始嘛可能差不多要花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去clean up然后重新build 这个这个嗯好大家啊clean up paper and cut let's do one more time 大家啪啪啪啪啪赶紧收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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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收完这以后然后他就ready and go哇再开始散纸 就让我想到了香港我拍千鸡遍啊那些啊东西时候哎也是这样 在那爬火车一来就你就拿这个鱼线就后面他他因为人手不够嘛你拍完你的我跟他对手喜欢这个的拉鱼线 然后扔报纸我就当时想起了20年前的我第一部戏的感觉 真的你那是这个片的预算没有那么多对然后又挺复杂的嗯所以就大家都在动手 其实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导两个导演给多给大家足够的空间也没有特别遵循就是啊哪个部门我们只能碰哪个部门的事情 大家就是互相帮助所以就很不好来握啊对很香港所以就很香港就是挺复杂的但又要赶时间 对而且大家真的就是又有那种动力哎有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这部片子唯一的啊不同的是感觉 跟其他大制作的问题就大制作哎你只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嗯这部戏是我们真的是想让他好嗯你知道吗对压抑的特别是压抑的很想让他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到了现场以后呢从幕后幕前服装道具到camera到这些设备的人员哈搬东西啊上上下下 好像你知道有一种心往一处使的那种哎呀凝成一股神那是导演给你们这种感觉吗你看非常好导演就是一个片子的灵魂 对嗯每天早上在现场的时候呢我发现啊就是有我戏的时候我才去嘛没有我戏的时候我是不会到现场嘛其实还蛮远的从这边咱们开车一个一个多小时在magic mountain那边 嗯我就发现在每天早上开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集体的训练哦哎大家要一起alright everybody good morning so let's get our team work you know let's start our day at warm up deep inhale exhale you know stretching 嗯嗯哼哼哼哼做至少有三五分钟的这个大家一起的这种文抹的 这是导演在组织吗哎对对对哦他有这样呢对对对然后我们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就大家觉得哎这是一个team 嗯剧组文化哎剧组文化而且我后来又发现这个这两个Daniels很有意思 嗯尤其Daniel Kwon他是一个他是个功夫迷啊我在看他啊在拿到这个工作之前我其实做了一些功课 我是看一下Daniel Kwan的之前和这个另外一个Daniel的 以前拍过的东西 我发现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导演 就是天马星空 非常不同 我就很好奇 他能把这部片子拍成什么样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就在现场他有什么样的这种leadership 所以呢 每次到我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Daniel在cut的时候 我就是走到忙着的去看我们的东西 但他都会很虚心的说 李静 你再教我一招 我说那今天教英爪拳吧 然后我就教他一套英爪拳 这个动作 瀑布在第一点 他应该怎么样 他就很兴奋的每天再学一招 那他还蛮放松的 在那个片子里面 还能去说说他学的东西 这部片子在拍摄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It's not stressful 不是很intensive 拍了多少篇 好像整个的process的时间是38天 整个拍摄的时间 好像 才38天 我可能会稍微错几天 但是 大概 就是从开拍到收 就是紧紧凑凑凑 就才一个月多一点 对一个月多一点 所以呢 你看我们在 我在拍我们office那场戏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已经 我的主要的角色已经不在那场戏了 饼干也是功夫 就是说 也可以是功夫 为什么会有 它其实可以变成任何的台词 只是说在他整个这个功夫的理念里呢 从师父的角度来讲 应该说 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功夫 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就像我平常教课是一样 这几乎是我的台词 就是你 我平常的日常教课的理念就是这样 什么都会是功夫 所以这个台词是你给他 它剧本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不就是我吗 有感觉 有感觉 这不就是我每天说的东西吗 我非常有感觉 写这个还真的是有体验 他其实有做过很多功课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文化 有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人 可能会知道 就像我们平常炒一盘菜 哎呦 这个人 这个师父有功夫 这下功夫了 或者甚至你 这个一个刀工非常好 雕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鱼呀 或者刀 这些雕刻 呦 你看这个冷昏师父的刀工 一定是下了功夫了 对不对 或者这个你们 爱你们南方人爱煲汤 这煲汤是有功夫的 这个汤是花时间的 其实到处有功夫 其实简化到两个字 就是时间 任何东西花时间 都是功夫 所以饼干也可以是功夫 小指也是功夫 它就从这边延伸过来的 我相信他们是对这些东西 有深刻的理解 才能写出这个 这么好的原创的剧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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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